《沙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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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觉得里面空掉了 他说空不了 我这心空掉了 空掉了 你的心是虚无了一些 这个不是空 这是虚无了 就这一块儿就虚无了 因为还不是空的正经 也不是虚空 也不是 是虚无了 虚了 以前只有这块气脉在转化 就心脉这一块 刚才我看了你 你这块气脉虚了 这是个好现象 就是继续虚 也不是不要 错了 也不要去想它是虚了或者实了 但是你要继续 你只是虚了 知道吧 但是你的六根未转 你六根还着想 你眼根 耳根 鼻根 上边还实 就是从颈部以上 这个气脉还堵得很厉害 而且所以你对事啊 对人还会较折 还会起心动念 所以这个呢 这块虚持续不了多久的 过一阵子如果你不休息 很快的就又堵得 就是一塌糊 就是说感觉到在打着 就又消失了 这个正量就消失了 而且呢 还容易起虚火 上火 就觉得六根这难受那难受 而且现在你这一块 虽然气脉虚了 但里边还是红红的 就是这个气脉 就是有虚火 就是当然是一方面气候的原因 另一方面你也是眼根耳根 还是六根不清净 这个清净呢 第一是 也不是完全的说 着像了或者什么 有时候你分别已经 就是一分别说 这是黑的 那是白的 这已经本能分别 这已经着像了 你继续继续啊 继续如果是这里边 如如不都有光 这个时候就能定住 就开始定了 就算六根 建文觉知到的东西 是你不喜欢的不如意 你的起心动念也不动了 就你现在还没有定理 知道吧 就是从这个虚无 开始再做下去 如如不动 就开始这块就放光了 有光明 就转到光明这一块 下一步就要这一块 有一些光明 还有你看 你看就是六祖啊 你看六祖去五祖那儿 去求学的时候 你看六祖 就是大家有时候说 那六祖在五祖那儿 去厨房盖环的时候 他是怎么修的 他是不是每天就洗米啊 磨米啊这样 那会儿是没有电器 没有那个机器嘛 他就靠人工的 不是倒米 四月六祖 上百个出家人要吃饭嘛 每天他要把那些米啊 做购啊 什么那些啊 洗米啊 什么做饭嘛 他是怎么修的 他就每天忙着忙着 去做饭就成到了吗 其实对六祖来说 就是当他开始 真正修行的时候 他心里边就是 除了修行这件事 其他的事 其实都是为了 就是说 第一你在这个世界 做任何事 都是为了生存的 无生存 你要吃口饭嘛 是吧 那你吃口饭 你要做事嘛 生存的手段 另外呢 还有就是 我来到四月了 我在四月 我要吃了拉扎睡嘛 那我要为四月 做点事嘛 那就我在四月里边 那师父说 让我去厨房 我就一心一意 我就专注在 把四月这个厨房 这件事做好 那师父安排嘛 师父让他在厨房 他就把厨房的工作干好 因为厨房有几百 假如三百个人吃饭 那我就每天 我做的时候 就是先把这三百人 要吃多少米 弄出来 然后把它弄好了 清洗好 煮上 这就是我的工作 粪卖的事我不做 知道吧 他不会去考虑 这四月怎么管理的问题 那个地里边张不张 我再去什么 谁种菜的问题 或者 他只做他那件事 师父说 你说让我去捣米 我就去捣米 是吧 我就去那儿做饭 就是做饭 然后呢 我全心全意 把这件事做好 我也不想 其他的事我不求 全心全意 就放在这个 全心全意 我就是 不管捣米 那我还很认真的 三百个 三百个吃多少米 那我就用心想嘛 是吧 那也得去 有经验 一天一天去揣摩嘛 有时候做多了 有时候做少 他一旦掌握了 规律了 他就这件事 已经不是很累了嘛 他就做 你看他为了 捣得快一点 因为他是轻嘛 他在几十节做 他在腰上啊 腿上 他就拽上石头 这样捣米 就重嘛 身体 他拿脚 不是蹬嘛 所以 这样做 他其实是尽快地 把这些事做好 而且做得更好 所以他就做好 然后挺安心 其他的事 就不再影响他 他除了生虫 因为吃饭 所以要生虫 所以要做饭 其他的 因为干活要工作 是因为要生虫 因为要吃嘛 要生虫 这个世界 其他的事 已经从他的心中 去移除了 不再考虑这个世界 不再影响他 以这种状态 他在那儿 只是捣米着连 这就叫精进啊 因为其他事 没有在他心里 就是完全就在做解释 做做做做 哎 他的心里边 就开始清明了 你知道吧 一个一个 他没上过学嘛 但是他很朴实嘛 但朴实只要他是 腹筋母学生出来的 他的腹筋母学 就身体气脉是轰索的 他的六根就堵的 他时间久了 他在那儿坐坐坐坐 其实这一块清明了 这叫明星啊 明星表面上是 没有心可明的 在这第一地里边 但是你会发现 他这一块开始亮了 因为他的头脑 也不在想别的 他并没有特别的修法 他就是完全的 在做一个明 而且对这个世界 不在求了 除了生虫 剩下就是 连生虫这件事不想 因为他解决了 吃饭问题的住宿问题了 剩下的 缺心缺意 就是每天倒米 就在那个状态 时间久了 他的六根啊 六根 因为这儿也是生根 身体的 这也是身体的一部分 整个星 他就清明了 你看看 慢慢慢慢 这块就放光了 真的是有光明生出来的 所以五祖 五祖不是过去 问他是米白了吗 或者问了一句什么话 其实问他这一块 弄好了没 六根清净了没有 他说清净了 好五祖可以倒水了 把他叫到房间里 讲金刚经 传法嘛 就是这个杯是洗净了 就六根没有那么多 分别执着 就是说 但这个都是从一开始的 无求无欲开始的 无求啊 就是说你这样子 你才能够整个 才能裂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精进啊 他不是不干活 他不是说我坐在官房里 六祖是在厨房里干活的 是吧 那这块开始放光的时候 五祖是六祖是知道的 五祖问他行了吗 他说行了 我洗净了 我很痛痛啊 内外痛痛啊 就是我把鼻子洗净了 法器洗净了嘛 你可以传法 教我把第一地方就掉了嘛 我们现在六根分别的 不是说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修行 就像我们现在 你们不分别了 你们也很有迫切的心 要承道 但对承道也是个所求心嘛 但是六根还荒浊嘛 这个来自于腹筋母血 知道吗 你六根的气脉荒浊 来自于你是开生 开生你是人力嘛 你还用自己吃东西啊 吃这些乱七八八糟 我们吃食物 食物也产生浊气啊 然后呢 你用食物来养活你自己 食物本身就是 地球上的食物就是轰浊的 你拿浊气在滋养 你说你的六根是不透明 不清明的 然后你的生生世世的习气 有扑流的种子还在转你 生生世世习气啊 如扑流 刹那刹那转你 但是你都察觉不到 过去生怎么转你的 你不知道的 因为这是在产生里 才能察觉的境界 你只是觉得 当下那个苹果转你了 你不知道是过去生 你的习气在转你 你为什么喜欢芹菜 喜欢不喜欢萝卜 就是因为习气的原因 知道吗 所以那些习气在转你 你是察觉不到 这些都叫轰浊 你知道 都在你的六根里边 都是堵塞你六根 七窍的轰浊 这个需要长时间的 安住在一个地方 就 只是 生存只是一个 如果你真的想 实际 达成佛法的话 解决了持终问题 剩下全身心的 你的每一个 一年 都在这圆症之中 都在圆满之中 不断的在六根 真的是 这就像六祖说 这就像神性财神那首诗 实时轻佛式 虽然说 这个不是了意 是吧 不是第一地 但是在清理 让你的轰浊停下来的过程 也叫实时佛式 也叫实时佛式 也在擦 让你的六根 没有那么轰浊 停下来 这个六根不轰浊 是来自于心的不分别 心的定啊 你的六根就通通了 那个腹筋母学啊 什么本来虚妄 你不要以为 你那腹筋母学 你坐在山洞里 就能转 你心如果分别 那个腹筋母学 转不了的 知道吧 腹筋母学 包括你自己 生生世世 那些暴流的走着吸气 送接化为清明啊 清明 很清明 这个时候 就可以传法了 你这个法器就干净了 知道吧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五祖到六祖房里 问他行了没有 他说行了 那五祖今天晚上到我房间 知道吧 然后六祖马上 马上去就像金刚金嘛 那为啥 为啥五祖还折折掩掩掩的 给他奖金 还把窗子 你看那个六祖台阶里面 把窗帘屋上 什么 因为地质们分别嘛 觉得怎么 怎么不是在大课堂讲 为什么偏偏把他 叫到我小房间讲呢 这不偏心吗 五祖 你想一个祖师 也会偏心吗 是吧 是大家的心窄吧 是气量窄吧 容不下别人比你好吧 容不下你自己六个不修 还不到别人修吧 别人通透还不行 是吧 所以我们的气量窄 容不下 所以五祖才把窗帘折住嘛 因为你怕你产生分别啊 执政 因为他的 他的这个顶边洗净了 他就要到法了 要马上把 把金刚金 要给他讲啊 因为他有 他的五名 根部五名未转嘛 他还有一些窗户子为破嘛 拿金刚金破嘛 对吧 因为他就差一点了 知道了 你其他人还 这缺堵着呢 缺堵着是为了什么 因为什么 你分别性不断的起 这不是说堵着是我们 哎呀 我在猴城里边 或者我这我 我染得住 根本没这个关系 我告诉你 你堵着是你 你一下也不停 你那个分别性 你停下来 在哪都能停 怎么能不停呢 每天说每天 每天停下来 你六个就清静啊 这一块就一楼明月 圆明啊 就开始了 虽然明星界星 真的是没有什么形象的 台境界 台形象都不是第一地 但是你要是一个 直观地看上去 你这真的是有光明出来的 六个而且通透 没有内外 能看出来 你不在那个状态里 你不在人道的状态 不是 你不是说 比人道 一看你就空灵啊 内外通透 空灵 这儿是一楼空灵虚灵 空灵啊 这个时候学东西 就很容易 就很容易入定啊 一往做到 很容易入定啊 刚开始不断地烦恼 就是最初 你如果是还死转着 你别人说一半句话 你还很生气 还没说呢 你都误解了 什么自己起白脑的话 你的野根六根 你还不是六根开始开解 是不断地在强化六根 知道吧 不断地在强化自己的六根 这根本就不是在修行 知道吧 现在我们修行 就是打开 不断地打开 打开 刚开始是有喜气的 但只要有一颗 成道的心 准会成道的 就是 那就是真的精进 不是你在那念了多少声佛号 真不是 我们其实想这个 这一点 是不在什么做 就像五种 我们刚才 为什么举六种的事情 就像六种那样 做啊 不是你坐在官房里 你就能无分别 你不停地做 干活啊 你做事啊 你坐在官房里 你真的很难原正的 在行为上 做是最 最容易的 最容易成到 道场有事情做 知道吧 你真的在做 你很清静 你一做事 你就不清静了 就是在事上 坐地上 不停地反复地练 然后你的空性 正见 死死不动 手在哪 你的空性 你的正直见 你越痛痛 你的正直见 你觉得鱼动 你起心动念 你就是个众生 知道吧 你现在不想做众生了 是吧 你不想被六道控住了 你这个观念一旦梳理起来 你的人生观里面 梳理起这个界地来 你就不觉得委屈 你知道吧 你就是一个人做 全世界不管你 你一个人在那累死了 即使你做的那些事 是没有价值的 没有成果 但是必须做 而且你做了 你牺牲了也没有人知道 你也不委屈 因为是给你自己做的 因为你要成佛 否则我们付出任何一点点 都会去求的 都会觉得 这个世界需要我吗 理解我吗 我付出了 甚至老师知道吗 或者是我为他做了那件事 他知道吗 他还没感恩我呢 你都会 都会去这样想 但是如果你想成佛 诸佛菩萨一定跟你在一起 怎么能不知道呢 你首先 刚开始我们心灵还脆弱 那这个时候 你就说诸佛菩萨在头上看了 我一个人在桌子底下 扫了摸了半切地 诸佛菩萨会知道我的 安慰自己让自己优秀的心灵 觉得很开心 佛菩萨在哪 反正是吧 人在做天在看 总会有人看见的 我不怕别人不知道 他们骂我 反正佛菩萨会知道的 就这样想 慢慢的慢慢的 你突然就释然了 这下五祖 在厨房倒敏了 倒了三年 六祖就没去看过一眼 难道六祖不知道吗 六祖如果是他的 接法人 他在那倒三年 倒五年 他都寥寥分明 他五祖他不用去看他的 两个人心灵相应 是吧 他不去看 到第三年头上才问的 你行不行了 行你今天晚上过来 不行继续倒 继续在厨房弄迷 是吧 继续干活 这个是最快的 你有啥法门 你那个政治节 怎么能够如死入不动的 确立很重要 你在做事的时候 才不断的凶头确立起来 你不做事 你不会确立的 你认为你确立起来 你不服从 你不会确立起来 你认为我可以立他 我已经发了菩提心 我已经发了慈悲心 你对境对势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确立起来 没有 根本不堪一击 知道吧 你所有的修行 全是为了自私 自我 你想成道 你想变得跟宇宙不同 你想头上放光 这个也没问题 自我价值 人力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会时时的涨到 你只有在立他的时候 这种名利心 才会停下来 这种名利 这种放光的心 才会停下来 有一天 你坐坐坐 开始是立他 你有一天会体验到什么 他快乐的时候 你无比的快乐 知道吧 当一个 你认为 根本不配跟你交流 不配跟你 真的是不配跟你 坐在一起的人举例 不是你不是 假如说你认为 你平时很巧不起这个人 你觉得他啥也不配 你太高等了 他太低等了 你突然有一天 从他的快乐里 你感受到了你的快乐 你知道你的成就吗 你体验过那么一两次 你就知道 那个时候 众生的快乐 就是你的快乐 这个时候你知道 你快无我了 你知道那个境界 那真的是最快的法门 你的快乐 不是来自于 你的身心俱望 跟绝受了 而是因为他快乐 虽然你还在着想之中 但是你已经光芒外胀了 你已经有光了 知道吧 所以我经常说 如果你的心已经打开到这个程度 你的每一年都是因为众生的快乐 快乐的时候 你不要怕你丑 不要怕你眼睛 脸上全是皱纹 不要怕你的眼睛 找得不好看去整 你丑 但是你放光 知道吧 你的身体会 你的心灵的光芒 一定会让很多的众生 真的是仰慕你的 知道吧 那真不是 这个是做出来的 不是你在财地里面裂出来的 不是你做在山洞里面 做出来的 知道吧 那才是佛陀的 那才是佛陀的魅力呀 知道吧 不是你在神空境界里 就像孙悟空 我变出72遍 有人仰慕孙悟空吗 都喜欢他 但是他的魅力 跟佛陀比 就像一盏油灯 跟太阳在比较啊 他有72遍又怎么样 二老人有73遍又怎么样 你知道 那不是空性的智慧呀 所以你看看佛陀指导的 大臣菩萨道 有多么伟大 知道吧 他直指 而且我们是三位角度的仁力 他开始了很多方便 说要立他之心啊 但是这个世界法 这个历史是说 你为什么要立他 你不用立他是吧 人不为己天主地面 你要自己修自己 先立自己 但是你打不破自我啊 知道吧 你不立他 就算我们坐在山洞里修行 你要有个立他 大臣的立他之心啊 你跟宇宙外国是一体的 是吧 这样你就能够 这就要我刚才说了 你这块有个虚名 你跟外界的虚空是一体的 你的能量才能具足 才能发光 知道吧 如果你只是你自己的能量 你一个七星都年 那个能量就没了 因为太渺小了 知道吧 把星量 也就过视角放大 坐在那 跟宇宙合一 知道吧 然后再如如不动 就是这样 修行到一定时候 尤其时整 要卡到某个瓶颈 确实绝对是在心性上 认知角度 就是说你做不到 你的我直破不进 大道不会陷的 就是私心 最深卡住的就是知识 知道 私心 所以成道不是那么简单 成道不是我们本来是否就能回去的 这个知识无形无相 从来就一点 我们现在还是在出众的视角上 知识 微信的这些都 在时空里面都察觉不到 我们在出众的校上 就这么做 要流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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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